欢迎收看给你点下新登 我们知道连生法王卢盛宴 曾有一世是香巴拉净土的第二任国王 白莲花王 与十轮金刚的渊源极深 在上一集我们为您播出的是 加拿大静音雷藏寺 十轮金刚大法会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 连生法王卢盛宴的开示 什么是十轮金刚的戒律 第三种 赌博的四月 赌博的四月 赌博 你也不要走 因为那会引起人的贪怨 贪心 也是杀了人的惠 其中一个杀生业 你想想是他犯法 你如果你要杀一只猪的时候 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 是一只猪 是他不犯 你如果是猪 来了一个杀猪的人 你会感觉怎么样 你要杀一头牛 你是杀牛的人 是他不犯 你变成牛 他变成杀你的人 你怎么办 所以你想想这个 你就会变成有慈悲心 有慈悲心 尝量你这一种 是他不犯的方法 这个别人啊 恶狠狠地 骂你 你心里很不舒服 你想我也一样 恶狠狠地想了三天三夜 更恶狠地去骂对方 对方也要想三天三夜 再回来再骂你 这一种是置他不犯 所以忍入就是这个样子 人家骂你 你就忍下来 因为你骂他 你也会忍不住 他也会忍不住 所以忍入是双方都要 学习土地心 要置他不犯 你想想 别人讲你怎样 你就受不了 那你讲他人怎么样 他人怎么受得了 想一想 是他富凡 所以你对别人的产生慈悲心 那曾经有一个出家的和尚 住在圣山里面 那么有一个猎人上山 这和尚 这和尚 当然有慈悲心 看他用猎枪 打死了一只鹿 他说 因我报应啊 你将来会变成鹿 这个猎人不管 他又是打 打下一只飞鸟 就是因我报应啊 你将来会变成鹿 这个猎人 这个猎人啊 这个猎人啊 这个枪就拿了 就对着和尚要打 这和尚说 你怎么可以打我呢 他说 我宁可将来变成和尚 也不能不要变成 当然这个因果报应 不是这样子 这个和尚讲的因果报应 是 是另外的一种 因果报应 他是讲的 比较直接 其实因果报应是很复杂的 因果不可思议啊 就是很不可思议的 种种的现象 会出现的 你伤害了别人 跟他有缘 这个人 变成你的亲人了 他们有的来报应 你对一个人很好 你们之间有缘 将来他会来报应 你对一个人有恨 但是 他有没有变成年轻人 将来还能报应 因果报应是不同的 不能随便讲因果报应 因果因佛曾经讲过 因果不可思议 但是你欲下花慈悲心 慈悲啊 不只是指生的动物 六道都是 其实不只六道 天 人 阿修罗 地义 俄 俄 畜生 另外还有植物 还有荒物 那你们会问啊 师尊这样子讲 我们吃什么 植物也是 是八道众生 不是六道众生 是八道众生 你不要小小看 一颗钻石 它有磁场 一颗宝石 它有它的磁场 这是矿物啊 没有生命现象 但是它有生命地 仍然是六八道众生之一 你看植物 诶 植物是有生命的 大家知道 它会吸起营养 然后它会上升 到了树干 到了树枝 到了树叶 到了树叶 到了花 到了结成果 全部都是生命 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 就是把那个 稻子 每天来看 农屋看 这个稻子 每天都一样高 怎么还不长高 就把它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完了 第二天它就没有土壤 没有水 它就倒了 就哭掉了 这个词你叫做什么 验苗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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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把那些 每天看它都长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把它一拔起来 它就死 它不是 它是每天在长 只是你看不到 它每天在长 植物是有生命 它每天都在长 你把它这个树干一砍 这一根一砍下来 第二天所有的树叶全部变化 慢慢的变成枯枝 枯叶 它没有生命吗 当然也有生命 你一砍它 真的是 它哀叫一声 你听不到 哀咯 然后你听不到 但是那一根 像人一样伸着手 你砍它一根枝 它都会 惨叫一声 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为了发福地心 干脆饿死它 其实跟大家讲 生命 有比较贵的 贵的 像人 就是比较有灵性 它懂得修行 你说叫鸭子修行 每天叫鸭 叫乌鸭修行 乌鸭 它也没念中 就念一个字 阿 阿 阿 飞过来阿 飞过去阿 它很念一个阿字 也不错 这个 西方人 这个信这个宗教 信 佛教 他没有信佛教 他也越念一个咒 谢 谢在藏里 是一个很大的咒字 你叫鸭子修行 你叫鸭子修行 差不多 你叫鸭子修行 他就咬你就已经难了 他还修行 鸭子也不能修行 鸡也不能修行 鸭也不能修行 鸥鸭也不能修行 所有一切的生物 人是最尊贵的 只有人才懂得修行 大家想想看 你看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 校园的枪击 戏宴也有枪击 在那个纽约广场 这个时报广场也有枪击案 学校也有枪击案 很多的枪击案 这个你复犯 你把它复犯 你怎么可以杀人 你宁愿被杀 你宁愿被杀 各位观众 为求马年世事亨通 连生法王卢盛宴 将特别传授 咕噜咕列佛母 十方射箭法 想要求十方贵人发大财 欢迎您把握法源 参加台湾雷葬寺 咕噜咕列佛母 十方射箭法 传法大法会 详情请便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甲午年即将来临 生肖特别是属马 属兔鸡的朋友 台湾雷葬寺 欢迎您登记新年 报名安菜岁 和点光明灯 详情请下 台湾雷葬寺 049-2312-992 燃灯杂志 2014年 马药飞腾 特别为护士的朋友 祈求 马头名王 相比鸿财神 摇池金武 大大加持 新年如意吉祥 燃灯杂志 马年护士行动 详情请便 我听说我们这里 当然 Eventon有很多马来西亚 很多布鲁尼来的 马来西亚 柔和桌新山 最近听上师到了西亚 在几个教室 他们说 师尊如果带着这个撰戒 红宝石 蓝宝石 红蓝宝石 这个在 在新山柔和新山走走看 你这个宗旨会不见了 是他不慢 你愿意你身上的东西被抢吗 你愿意你的手指被砍断吗 如果你不愿意 你就不要走 花菩提心是这样子来 我问这个 连助上师 这个 Eventon有没有小拖啊 我看Eventon 这个 人烟稀少 土地广 应该大家 不是安平乐道 大家还是有钱的 应该生活比较好一点 治安会比较好一点 他说还是有小拖 佛教徒 不可以当小拖 你愿意你的东西被偷吗 你不愿意吗 你愿意你的钱啊 你的珠宝啊 你被偷吗 不愿意啊 自他互换 既然不愿意 你为什么拖别人 你愿意你被杀吗 不愿意 自他互换 你就不可以杀了 那这个是花菩提心的一个方法 你愿意那只珠 你变成珠的时候 你愿意被杀吗 不愿意 那你就不要做主展业 那么我们同文当中有很多开仓馆的怎么办 开仓馆的不少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国人 COME TO THE NEW COUNTRY 这个很多的 Many many Chinese open restaurant 他说开这个餐馆 开餐馆的有没有实际上 比较少海鲜 而广东人就是说生门海鲜 这个佛的满人威 生门海鲜 你愿意自己变成虾变成螃蟹 变成龙侠 变成PRISH 被人家伤不愿意 那你就不要伤了 那我们开餐馆怎么办啊 世尊了 怎么办 你就是要学会餐馨 密教就是要教你 要有超度的法 你吃植物也要共养 像今天中午那个餐馆 他请我们吃这个树菜 请师尊师妹 来几位大上师 做这个这个 先出一盘这个青菜 出一盘这个南瓜汤 再出一个炒青菜 炒豆腐 炒香菇 炒全部都是树 我就站起来 我要看一看 这个其他能吃什么 然后我就跑到这个 这个巴贝 他是巴贝 那里有这个 印尼的那个 拉萨 拉萨 有拉萨 有鱼丸 有拉萨 有这个 有金肯 有烤骨猪 还有很多的这个 哎呀 这个我绕来前回来 这个请客的主人 他就讲说 哎 这个 我们也是真是吃素的 哈哈哈哈 不过他煮的非常好吃 还有松子 松子也很好吃 南瓜汤也好吃 这个炒青菜豆腐 通通都好吃 他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的 真的非常好 南瓜大 世尊也有供养 也有超度 有供养 有超度 才是命教的信徒 而你只有信仰 选教 那你就 吃素 吃素 大家一起吃素 你信仰 选教 也信仰命教 你就随你 啊 你也可以吃素 也可以吃温 都可以 人家供养你什么 你就吃什么 但是记得 这个 佛陀 那一个记忆 一口清净水 八万四千重 如果不超度 如同杀众生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次 见到的分食 我们先观想 他 他的原来的佛性 然后用 清净的咒语 清净他 用超度的咒语 超度他 为了自己本身的活命 因为我们要吃植物的东西 也要吃动物的东西 因为我们修冥王法 冥王做威门的金刚 你不能吃素 吃了素 你就会讲 我要去祥福社 然后你用手指头挤出金刚 金刚 哦 没有意 不成了 祥福不成 因为你吃素 哈哈哈哈 要很挥稳 有一种金刚一样 可以碰出火 可以放很大的威力 很多只手 祥福世摩 要用威力 要用法力 你身体必须要健康 所以你分数不济 这是命将 但是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学习供养 学习超度 啊 你在超度的时候啊 有没有供养 有没有超度 有没有用你的心去求 你的本尊来加持 有没有化成为 有没有化成为 供养的云 普贤的云海一样 这样子的供养 你必须要做到 如果你马马虎呼呼呼 随便念个咒 吹口气 你就知道 你必须要用你的心的力量 真实的用慈悲心 去超度它 然后去供养 供养佛菩萨诸子 供养你自己 供养上师 供养士生 供养金刚 你才能够吃 其实不管你是 吃素 吃素 住室 必须不吃 为求2014年 国泰米安 风小雨顺 2月9日 中正纪念堂 自由广场 联申法王卢盛宴 将亲自主谈 孙盛伯母习栽 在赴国祈福大法会 愿我们的心力 能共同回向 我们的土地 幸福安乐 台北中正纪念堂 自由广场 尊圣佛母 赴国大法会 欢迎您前往参加 详情请殿 中观堂 或台湾雷葬寺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继月河的流水之后 我们将再次的 融入在 无盛宴的手情之中 法王作家 最新情诗发表 对着月亮说话 请您珍藏 莲花童子的花灯 您见过吗 台湾灯会在南头 由县政府主办的花灯活动 今年有莲花童子大加持 您一定要观赏游历 台湾灯会在南头 联申法王卢盛宴 今年又将亲自带领大家 接财神 2014年2月16日 皇帝为葬寺 欢迎您新年一起来 参加联申法王主席的 摇池金母大法会 一起迎财神 详情体列 零四九 二三一二 九九二 我记得以前 这个桥本剑 桥本剑就是日本的一个 一个桥本剑 他发明一种机器 他把这个机器包在树枝上 那么 用他的感应机器 感应他的振动 他平常的心跳就是这个样子 你把树枝一砍 他的感应器就变成乱掉 就变成震动 表示啊 他那时候很痛苦 平时他是很稳 那棵树的震动 是一样的平 但是你把他的树枝一砍 你就砍 就乱震动 表示他很痛 是他复犯法 你念一米是一棵树 然后被砍了 你念一米是一株稻米 然后被砍了 所以动物植物都是一样的 我应该说 有点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能不能